BC商业局周五提醒网商购物人士 商界和货运公司需留意最新一宗涉及货物追踪号的骗局 骗图先是欺骗购物者购买不存在或根本不会交付的商品 然后再通过向支付公司PayPal提供伪造的递送信息 来阻止消费者获得退款 BBB表示通常情况下你会先看到一个网站上面有许多不错的折扣 通常都是打折名牌 网站和产品看起来都是合法的 所以消费者就决定去购物 该网站还提示需通过PayPal支付 这样就能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消费者结账后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 其中包含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 联邦快递FedEx或其他速递公司的货物追踪号 数日后消费者再度登陆网站查询 会看到包裹已经送达字样 但其实根本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当消费者打电话给速递公司 他们会确认包裹已寄出但寄错地址了 消费者在想通过网站寻求帮助或纠正错误时 就会发现网站方面根本没有回应 由于订单一直没有送达 一些受害的消费者试图根据PayPal的购买保护政策 向其提出退款要求 然而由于诈骗者制造了包裹已经发货的假象 并提供了快递单号 表明产品已经发送 因此PayPal拒绝索赔 BBB联系了PayPal公司 PayPal方面表示 当买家投诉商品未有收到时 PayPal会通知卖家并给他们10天时间回复 并提供发货证明 不幸的是 骗子能够从不同的速递公司 窃取有效的追踪数据 正确的日期和邮编 然后再将这些追踪号发给PayPal作为发货证据 因为对方似乎已提供了有效的发货证明 PayPal表示 我们已通知了多家速递公司 有关追踪号被盗取的问题 相信他们已经关闭了相关的漏洞 事实上我们通过检测程序在最初步的阶段就阻止了大多数欺诈行为 而且即使受骗消费者未有上诉 我们也已向他们退款 BBB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些防诈骗的小贴士 包括上BBB到ORG网站调查卖家信息 购物前确认网站是否有合法联系方式 在处理在线支付时 请注意URL信息等